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Garena超級聯賽 2013春季賽事 我是主播長毛 我是賽評XX 我們今天晚上來到了2013GTL第一季的第一週的結尾 我們以後都是這樣子 就是五六日開打 然後都是七點開打 即使像我們禮拜天其實是目前暫定表定只有兩場比賽 我們一樣是七點開打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喜愛GPL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以後每天晚上七點是要鎖定這個GPL的頻道 那麼今天晚上來到第一週的結尾的地方 今天晚上只有兩場非常重要的賽事要打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對戰賽程表 我個人認為這個第一個禮拜的比賽 今天這兩場最好是不要錯過 因為我就會決定很多事情 包括說是哪三支隊伍可以成為這個兩勝領頭羊的這個領先集團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為止的戰績表 戰績表看完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我這樣講 戰績表上我們可以看到呢 沒有錯 目前GPL位居第一名的就是曼谷巨人隊 YA 這昨天晚上一整個晚上我都沒有喊YA 然後就非常多人來信問我說 長毛你曼谷巨人隊為什麼不喊YA 說真的曼谷巨人隊已經成長茁壯了 所以他們這個後面的YA呢 其實未必要喊 大家應該再喊就好了 因為說真的之前是要幫他們這個增加氣勢 我覺得他們現在氣勢已經很旺 不需要幫他們 你看他這個戰績第一 甚至因為他先打了兩場 所以他戰績甚至比台北安薩星 還有新加坡先鋒還高 真是驚人 那麼今天晚上台北安薩星跟新加坡先鋒 也都分別有一場比賽 所以呢打完之後呢 是不是三隊就會並列第一了呢 我們期待今天晚上的比賽 那麼後面後續有三支隊伍 分別是一勝的隊伍 包括是這個新加坡先鋒 台北安薩星跟西貢小丑隊 然後再來是AHQ吞下了一敗之後呢 目前的戰績勝率是50% 目前是戰績聯賽的第四名的位置 對不對 第五名的位置 然後後面是F5 西貢星期五 還有瑪莉亞烈鷹 還有吉隆坡獵人這三支隊伍 目前還沒有開虎 以上是目前為止的戰績表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今晚的精彩對戰組合 今晚的精彩對戰組合 包括有 首先是宿敵對決 就是因為 賽宮Jokers跟新加坡先鋒隊去年 就是在S2的決賽拳上面 賽宮決賽拳上面 復打了一場 原本新加坡先鋒甚至以為 可能自己勝券在握 卻沒有想到櫻溝裡翻船 結果輸掉 失去那個資格之後 而且賽宮就去那邊表現還很好 對 那可能就是內心 可能不是滋味吧 其實我平常表現都比你好 但你好像就是突然爆氣了 去了之後也打得很好 事實上在去年GPL立賽裡面 新加坡先鋒隊 西貢小手隊的戰績是8戰全勝 所以在立賽全勝 但是噴掉決賽權這件事情 使他們兩隊從此成為這個速敵隊伍 那今天晚上是2013春季賽事 速敵第一次碰頭就已經入死誰手 晚上7點整game1 西貢小手隊對上新加坡先鋒隊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晚上8點整的game2 8點整的game2呢 是由西貢星期五來對上台北暗殺星 那麼這就是一個學弟拜見大學長的戲碼 大學長究竟這個不只是學長 台北暗殺星算是大大大大學長 學長 而且看圖還沒有下巴 大學長 又來好大的學長 那麼這個大學長到底會給學弟怎麼樣下馬威 學弟又要用什麼樣的戰術來讓學長大吃一驚呢 晚上8點整game2千萬不要錯過 以上是今天晚上的Garena超級聯賽兩場賽事 那麼我們其實這兩場我都還蠻期待 尤其是說在S3的環境裡面 我們昨天看到了新加坡先鋒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局 在對上AHQ的時候 從Ben Peek然後到這個整個會戰的執行 其實都是相當的我覺得相當的好 那麼昨天新加坡先鋒打得很好 那西貢小小隊昨天是負責奏學弟的嘛 那並沒有看到什麼一個好像感覺非常非常非常帥氣的這個 這個Peek或者是執行 就是有看到他奏學弟 但是沒有像新加坡先鋒那麼震撼 因為選角上他還是比較像上一季在選喔 沒有錯 只不過他們執行的確實都比較好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一場的兩邊的選手介紹 選手介紹 在西貢小小隊對於西加坡先鋒這一場 我們先來看一下西貢小小隊 西貢小小隊 我們昨天其實已經看過他們的名單了嘛 那他們的當家台柱還是AD的Archie AD的Archie其實完全是他們的 我覺得是他們裡面技術 怎麼講技量最高的一個啦 技術量最高的一個 然後Burning 這一位掛AD的Burning今天已經依舊沒上 我覺得樹敵對決應該還是要讓台柱上 就算你有兩個AD 你不會在這個時候說 那我們讓第二個AD去打打看新加坡先鋒 感覺怪怪 所以再來是Jungle的Juni 昨天有非常潮的那個飛梯進溫泉 然後跌下樓梯的那個畫面 我們大家應該都還印象深刻 還有非常兇爆的QTV QTV昨天的卡薩丁 以及他們的Nixwater跟Safety 以上五人是今天晚上的出戰名單 這是西貢小丑隊 上面的小隻小丑好可愛 接下來我們來看新加坡先鋒隊 新加坡先鋒隊就是這五個人沒有變 而且連照片都沒有變 那我們昨天新加坡先鋒隊也給我們帶來這個 單中海盜 單中鋼普朗克 然後一槍爆你半條血以上的這種恐怖的表現 而且他最近Rank整天都在玩那個中路海盜 因為現在這種新的Meta下面 他們用這種職業隊要急需去趕快研發出新的角色 他中路海盜昨天表現就真的很好 他就是穩穩的濃之後出關之後 甚至就是一槍打你半條血 就是有一種槍斃的感覺 就是他前面雖然沒有做什麼東西 但是他會戰的時候大決的到 然後開1幫大家加攻速 加攻擊力跟跑速之後 其實前面有這樣半support的感覺 但是他裝濃出來之後 他突然一槍都打你半條 這角色其實他這個技術出乎很特別 而且節奏上你會覺得怪怪 因為你可能沒有注意到說他已經滿裝了 然後從上一次會戰他啥事都沒幹 到這一次會戰他突然一槍把你爆頭 就是那種感覺是很詭異的 好那我們知道說他每一場 幾乎現在自己在排Rank 因為他今天有開實況 那排Rank都非常一直選這個中路海盜 但是感覺西攻小小隊好像沒有要尊重他的意思 你看他都已經昨天用了 然後今天也開了整天實況 但是還是不ban他的這個海盜 好因為他們認為 可能認為他們昨天那個打法的核心 還是在於石頭人撞跟加文跳 還有就是好運節大決的傷害昨天很大 安妮固定住大家之後 直接把大家燒死 哎唷卡利斯沒有ban 立刻就被西攻小小隊 FPR西攻小小隊 完全有跟上這個S3的META進展 我覺得他們搞不好每天晚上都在看韓國的比賽 因為韓國比賽其實 就是選角來說就會比台灣快一個禮拜 所以他們進步是比較快一點 主要是因為版本改比較快 而且他們的人就是其實在比賽上面 因為打的強度很高 所以說常常會必須要一直去練新的角色來打 其實他們像中路傑西啊 中路卡利斯什麼其實都有出過 我感到他不是認真的 他不對啦你看 他點了一個非愛我就感到他不是認真的 果然只是來露露臉而已 最後還是選了阿姆姆 我一樣感覺還是新加坡先鋒的整個布局 在選角上面的策略還是傾向於就是硬開的 可以硬開的陣容 你看他現在Jungle他沒有家用可以選 他決定選一個阿姆姆 他這個角色選起來就是要讓好運節的傷害最大化 昨天就用了安寧用了石頭人 今天他這個用阿姆姆也是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他硬飛進去再閃現把全部的定在地上之後 好運節的大絕刷完其實就可以把他們收割掉 其實昨天那場對上AHQ的時候呢 事實上他用安寧做輔助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說反正我要群暈 我就是要群暈 我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要群暈 我連輔助都要有群暈的功能 他是為了這個目的 那實際上在對線上面其實是一個不怎麼樣的角色 但是因為他們用逆EU跟前期就是利用AHQ 在應對逆EU上面的失誤 很快取得了巨大的優勢 所以把安寧打輔助就是在線上的所有的弱點 其實都掩蓋掉了 都已經掩蓋掉了 那如果說他們今天就是在用一樣的 譬如說選一個有範圍暈的輔助 但是如果希望小小隊的應對得當的話 其實未必能夠像昨天那麼順利 其實我是配好運節的 通常是配佐娜或者是配加羅 配起來相近都很好 也是一樣就是輔助大CC 對也就是大CC直接丟啊 加羅也是可以開戰 就是直接閃線Cue到定住你都直接開戰 有5難道真的又是安妮嗎 所以這就是他們目前最喜歡的輔助角就對了 因為角色其實在稱線上也沒有說一定會輸 因為安妮的瞬間傷害非常非常大 而且她這個稱線上她的AP傷害很重的情況下 你的AD character可能寫的會算錯 因為安妮她如果點了很高的傷害出來 她那個6等的那一套打下去是1秒就打完 她跟一般的Supple其實有點不一樣 對 她好像加羅會就是可以來回的控場你 然後在很軟然後死掉之後 她再打你一下 安妮真的就是跟中路一樣 就是一套打下去 就是Flash打你一套 因為其實在第一波6等打的時候 其實中路也沒買到什麼裝 下午其實這個時間點來說 安妮的傷害會跟你在中路遇到的時候 傷害其實沒有大很多 而且她刁紋上也可以選 她可能只有大的三顆塞跳前 所以還是可以 剩下還是可以做的跟中路的傷害差不多 其實她傷害會很大 不過如果掌握好她的爆發的話 其實撐線上來說不會很難以對 我這場還是比較期待 等於是說我們在台灣可以看到的比賽 這是第一場有這個中路的卡莉絲 因為中路卡莉絲的話 這個角色她本身 在中路好處是她W洗兵真的是很快 而且她有了大決之後會隱形 然後還會跳走 其實她這個洗線就是不停的洗 然後吃飼鬼的速度也OK 吃上來也OK 她只要拿著藍椅也是不停的洗 喔 巧威還是拿出了中路海盜喔 所以我們今天又可以再看一場中路鋼普朗克 然後她的對決還是 欸 怎麼這卡莉絲 還沒換完吧 因為卡莉絲應該是不會帶虛弱 我想說這卡莉絲 對啦 卡莉絲應該是QTV拿去走中路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玩家的對決是很有可看性的 其實這一個是我非常期待看到的一個中路對決 因為QTV跟巧威的風格其實是有一點點相近 就是說他們兩個都是屬於用操控 然後在線上會硬壓你 就是屬於打得比較兇的角色 那打得比較兇的玩家 但是因為鋼普朗克他前期是兇不起來 所以兩個很兇的玩家操縱了一個可以兇 一個不能兇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中路應該會有很多戲可以看 那前期中期的這個對決感覺中路都會很有戲 那至於在Jungle方面的話 我們昨天也給了柯加斯Jungle 非常多的這個好評 我們昨天講了非常多Jungle柯加斯的好處 定名十萬歲 對 那今天就可以看到Juni用柯加斯Jungle 那至於NixWater在上路的部分是採用耐德利 要去對決的是一個歐拉夫 這兩個人的對決你覺得呢 這兩個人對決主要是 就是注意要讓歐拉夫可以走到逆E無限 而且他現在你看到他已經帶有傳送 他很有可能會走逆E 因為其實奈德利對歐拉夫為人 他其實在逆E的表現上沒有那麼好 因為剛剛 因為奈德利這個角色 他本身好處是他對上一打一的時候 他有很強的poke能力 他在呈現的時候不停地摸你的頭 然後他還可以一直補自己血 但這個優勢在他一打二的時候其實很難發揮 不太存在 因為你一打二的時候就是你稍微疊他頭 就是他們兩個一起疊你 這樣很尷尬 對 可是歐拉夫只要拿藍之後 可以不停地丟撥前兵 他在NixW的表現上是很好 而且他剛剛又帶了傳送 所以他看到他帶 不過他在讀圖的時候他帶傳送 就會想說你會不會要NixW 我可能前期要對你的野區做一點進攻 來看你的人到底在哪裡 來掌握一下你的動向 那前面比較不會吃虧 對對對 沒有錯 因為昨天新加坡先鋒就是靠著這個NixW大成功 可以說前面先撿了柯加斯一個頭 然後接著三個人圍毆上路又撿到柯加斯的頭 然後伊芙林上來又多撿了一個伊芙林的頭 就是瘋狂的撿 他們前期就是撿三頭爆一塔 那個就是兩千塊 就這樣就兩千塊 對 對 所以他一開始就是在不到四分鐘的地方領先兩千 那是為什麼他能夠就是啟動他整個雪球 跟他整個大局就是壓迫你 但是今天就像剛才講的就是說 歐拉夫帶了傳送 以至於他這個其實NixW 而且他昨天又用過 就是這個漏線的機率是很高 然後西門小手隊又不是一支沒經驗的隊伍 就是他有可能會識破你的意圖 那像超超講的說 如果一擊進你野區 至少把你是不是逆U摸出來 起碼心裡有個準備 而且他剛剛其實最後海盜 邱威他雖然很想選海盜 但他其實最後才選 對 其實海盜這個角色在前移稱線上 還是有很多打起來會很痛苦的角色 所以說邱威玩過之後他知道就是說 還是會有人可以counter他 所以他海盜最後再選 他最後覺得卡莉絲這個我可以打 所以他才會選 因為其實海盜這個角色在前期 他的反抗能力真的是不夠 他裝起來之後真的是很強 對 所以說他要運用 他現在就是想選這個角色 而他也的確留到最後一個Pick來選 這戰術用很好 一擊是蠻強 我們昨天有講說海盜一擊很強 所以現在新加坡先鋒一擊的時候 可能會蠻積極的 你可以看到說四個人衝到這地方 那輔助安妮在自己紅區的 那個紅方的紅BUFF區呢 丟了一根眼睛之後 也趕快來會合 那因為安妮一擊有群雲的可能性 所以這裡打得積極一點是可以預料 已經擠好群雲了有沒有 他們昨天就是用這個老招數 有機會碰到嗎 他現在是有機會 但是如果他交了閃線 所有人都要交閃線 不然跟不上 所以他剛才就沒有出手 畢竟如果其實你剛那個情況 就算拿到一個索納的頭 那你們全部都掉到閃線的情況 對方一個反抓 就是在你們打藍或紅的時候 反抓你們 來跟你們強行開戰 但你們每個人都少技能的情況下 索納會火要跑回來 其實並跑比較好 很容易被反而殺光 沒有錯 就這樣其實並不好 不光是在撐線的時候會有壓力 第一波被反抓的話就很危險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西空小小隊 其實是很積極的進去塞了 在紅BUFF區塞了眼睛 在這一個河道也塞了眼睛 所以這一個積極的步演的動作 也等於是說救了自己的Jungle一命 因為現在新加坡先鋒全部摸在這裡 其實新加坡先鋒的位置 是被看得一清二楚 Etherail Q一個進來 啊這個索納就 可能稍微有一點 我覺得太大意了一點 可是阿姆姆Flash進去 喔 Flash出來還是遭到了FB 這一個一擊看起來要完蛋啊 這裡好運節也被擊倒 已經是兩個人頭被拿下來 Etherail看起來 喔不不不 Etherail抱歉我在說什麼 那那個安妮 她剛才最後這個Flash過牆逃過了這個攻擊 Etherail仍然在追擊 但是這個追擊是殺不到人頭的啦 那對西廣小手隊來說非常的賺 因為在DK的眼睛看到之後 其實他們 那個索納剛剛雖然往左邊散 但可能是隊友指示她說 你快上去耍蠢這樣 把他們拉進來 把他們拉進來 阿姆姆的確勾進來 但阿姆的隊友並沒有跟得進來 跟不進來啊 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地方沒有視野 不太清楚 因為到底裡面有幾個人 而且阿姆姆是用位移技上去的 其他隊友是用徒步上去的 然後那種徒步跟搭車之間的差別 欸 Nixwater的奈德莉在中路 然後上路才是卡莉絲 結果他沒有用卡莉絲中路 因為他可能覺得卡莉絲打海盜 並沒有什麼好的優勢 不過奈德莉這個角色 如果在上路對上海盜的話 優勢是極端的大 不過在中路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上路的時候 奈德莉可以一直在樹叢裡面 然後不停的 柯佳絲這個路線是他要入侵野區被逮到 然後被逮了一下之後呢 這個逃逸的路線 我覺得算是相當帥的一種 就是從兩塔中間flash過去 然後 非常吵的逃跑 對我是不懂 但是他成功了 他成功了 表演性 就是奈德莉我在上路的話 他在草叢裡面 奈德莉這個角色 最讓你覺得煩的其實是 他會一直蹲在草叢裡面 靠近就丟你一下 然後他就視野有消息 丟你一下視野小兵這樣不停的摸你 其實在海盜是非常怕震 他這樣子不停的poke 因為他在現身的那個瞬間 你的槍Q是拉不出去 對 你會聽到你拉扳機的聲音 但是你射不上去 對 不過在中路前有這個草叢的話 其實海盜本身就沒有這麼大的害怕 反正他就是站在最後 他就站在塔下 他前期 今天也有就是看到說 就是他前期常常就是 反正我又不搶 我又在塔下 然後想辦法撿小兵的尾刀 跟這個Q小兵 最後一下 還可以賺的錢一定不多 這種感覺 就是我雖然少減你十隻 但我用我那個加錢的能力 加的會比你多 對 海盜就是類似這種感覺的角 哎唷 卡麗絲摸進來 阿姆姆這裡有一點點危險 啊死定了也不是有點危險 怕他 呵呵呵 這個點還掉藍紅 這一口氣掉藍紅 我想說阿姆姆是要瘋了 這個上路的失誤 我覺得這個是上路的失誤 因為上路二打一的情況 卻讓卡麗絲偷摸摸摸的出來 非常是不對 非常不對 而且他對於線上的推線 也沒有給線上壓力 看到他進去了 人都已經死了 之後在那補個鹽 亡羊補牢的感覺 游未完啊 游未完 就下一次就不會發生 但其實這一次對阿姆姆的經濟重創很大 這一次就已經死掉了非常多羊 呵呵 這羊可能已經死了 羊只有一隻 對 羊在哭 羊在哭 可能是蠻糟的 所以 事實上 事實上 而且我覺得他給線上壓力的不夠啊 給線上壓力是不夠 因為 你就知道 你看喔 他們 卡麗絲跑進去 殺了阿姆姆 花了大概20秒鐘 吃那個紅buff 然後recall走出來這整個過程超過一分半鐘 可是MF 郝韻傑他的塔 他的兵都還沒有退到塔 所以等於是說 卡麗絲的損失其實是很小的 他沒有什麼損失 他這一趟賺了紅藍 然後沒有什麼損失 阿現在要來討回這個紅藍 卡麗絲沒有料到後面有兩個風子從後面跑進來 然後紅藍又 反回去不對 給了郝韻傑 那他也是要掉了 那他對頭就要掉了 對 這個跟昨天的畫面很像 只是他是在 新加坡先鋒隊的失誤之後才來的 這個畫面 不過他上路這個點 就是如果在兩邊的jungle 都選擇帶不對方的 這個一打二線的情況下 那個線的人幾乎是一定會是 只要能活下來 就算他把技能全部都交了 就算是肯賺 大家剛剛那種 基本上就是文職了 因為安妮必定會 必定會暈到他 必定會硬抓 他其實不管怎麼樣就是 逃不掉他的暈 那這一個 其實雙方都是附推 其實做塔 所以其實雙方在經濟上面的 差異沒有說太大 比較差的是 比較差的是那個 阿姆米的經濟而已 那 現在是變成說 西矿小手隊一有機會 看這個歐拉夫沒有什麼反抗 能力一有機會 就來消第二座塔的血 下路第二座塔的血有點危險 但是既然 因為新加坡先鋒已經把上塔爆完了 所以他們就決定說 我們換回來吧 那這裡就看到 看到好運加上 安妮已經回到了下路 伊哲瑞爾的RECOR 有機會抓他 但是沒有抓他 他們決定要在這個時候吃龍 這一個COR非常有趣 因為他其實是拉得到伊哲瑞爾 他其實因為在那個三角草叢是有眼睛 伊哲瑞爾的RECOR被看得一清二楚 但新加坡先鋒的決定是 讓你走我們要吃龍 因為其實抓他的話是 不然抓 你看到伊哲瑞爾他有進化 然後其實他有閃現 他還會跳 所以他一定會跳下去 你要抓他必定要交閃現 而其實這個情況讓他走很好 因為他們已經看到卡里斯在上路 如果說你AD一回後 我們是說吃龍就算你有眼 你也不能阻止 就是你就是不能阻止 因為其實吃到這條龍 對新加坡先鋒 是很大的一個優勢 因為其實中路海盜 你可以看到剛剛撐線的時候 就像奈德利 就是他被他不停的丟 其實他很不舒服 他不太可能會團戰做出貢獻 那一旦在中下邊開戰的時候 奈德利當過去直覺 其實海盜數有大的決之外 前期是不能做自己的 所以他如果先早期拿到這個龍 就等於是整整六分鐘都不用在意說 我們萬一打輸了 萬一我們野區稍微有點劣勢 我們會掉龍這樣 或是我們好像被GAME會掉龍 這樣就比較不怕這個 所以這個是很賺的 他只要剛那個點 如果硬抓一隻 因為真的是很難抓 那現在回到阿姆姆來幫忙 趁一下來幫忙頂住中路 因為畢竟人家中路是三個人 看了一下我要路過跟塔 海盜不得去按住大絕 因為他塔要不見了 那大絕以後是有機會可以反打了 我覺得看起來是有點機會 阿姆姆勾上去 阿姆姆現在沒有大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他的血量非常的低 奈德利往前再一撲 可是奈德利放棄了最後一滴血的阿姆姆 因為他的隊友呢 有一點危險的關係 阿姆姆這裡乾脆交閃線上來 他也不想用走的了 太危險了 那個位置實在太危險了 伊澤瑞爾過來抓他有沒有 阿奇的進攻性非常的強 伊澤瑞爾過來抓他 所以他整個人就乾脆flash上去 伊澤瑞爾沒有抓到 然後這裡可以看到卡麗絲在這裡 隱形往前跳 就是要殺這個阿姆姆 結果被他recall掉了 這一個大絕跟W完全失去了意義 這個QTV這一次的偷襲 可以說是判斷失敗 這個蠻可惜 他在空中其實可以噴打雲 不過他應該沒有玩得很熟 或是他想說阿姆可能更裡面 他應該在空中的時候噴 有機會噴得到 不過也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視野 他只是拆他在附近 他那個拆判斷的確是非常好 是對的 只是慢了一點 阿姆有點一秒的那個 如果他沒有點 我們是不曉得他有沒有點 但是如果差一秒他有可能會死 那這個歐拉夫從頭到尾都沒有下來過 歐拉夫其實是帶傳送野人耳末 給對方壓力 關我什麼事 我知道他用過阿 他用過他飛回上路熟的他 因為剛剛卡麗絲推到很前面 對對對 但是他們沒有用過這個傳送來支援別人 因為他一開始就打定主意 並沒有打算要跟你呈現 我知道在那邊 我沒有要支援隊友的意思 其實剛才攻擊打得很激烈 他沒有recall 他沒有telepole可以用進來 可是 他其實用跑的也該跑到 因為很久 其實打滿久 不過剛剛那個會戰他們 是並沒有區域烈士 也許就是 就是想說阿你不用來 或是說他說那我不要去 這兩個也是都蠻有可能的 因為其實 兩邊其實剛剛那個點打不太起來 雖然有羅拉夫其實 對方還是會退掉 因為阿姆一開始就被打 就是進場之後就被打到太前面 其實他沒有大啦 最主要是說他前面 前面是等級篇 就是他前面我們就講嘛 他在紅buff區 遭到那個埋伏之後等級上 是一個烈士 剛剛那個時間點 如果他前面沒有出十 剛剛那個時間點有大絕的話 其實很有可能就會形成硬開 就是AP義大利 AP義大利最近也是蠻流行的 台灣有一個玩家是只玩AP義大利 然後兩邊 你剛剛刺中就很賺 對對對 因為剛才阿姨被刺一下 飛掉三分之二的血 但是很恐怖喔 但是 就是說硬打不力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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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被刺一下也是三分之一 那硬打不力的一個角色 但是這遠程的poke 很少的角色可以跟他比痛 竟然是傑西也只能這個 哇一見 哇 哇 傑西也只能讓險 說真的 沒有辦法比他那個 而且陷阱一直踩到還是會扣滿 他就要找角度給刺到的小力 本來想找角度再給敲一個痛款 他的那個 他的陷阱非常痛 AP AP你拿去陷阱 海盜不要覺得說好像 欸沒什麼 但突然就扣300滴血 然後就這裡到處復陷阱 那個很煩 那個感覺就是 一個不會解除的疾魔相骨 超痛 其實海盜這個角色最怕的是 對方怎麼會推陷 海盜本身最弱的就是推陷能力 所以他急需彈簧刀 或者是寒冰霸卷這種擴散傷害的東西 來讓他發線頂住 你沒有說要推引對方 我中了一毛 這 欸他點果然點得很高 吃回來 果然很高還是很受不了這種事 因為 你還是會希望說 平常的時候備而不用 就是說我有機會可以拿他來 來撿那個 來撿那個CC 但是 喔喔喔 又差一點 這Nix Water的AP奈德利 好像是 我還是覺得非常熟練的感覺 通路AP以來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眼睛佈起來之後 在各種角度不停往你丟 就是跟他撐線壓力很大 他會一直尋求那種各種奇怪的角度 欸不過 海盜剛才這槍也是蠻痛的 剛剛有暴擊吧 因為海盜有了彈簧刀就有得打 可是海盜前面是真的沒有得打 他現在有陣狀過這個 喔喔上路有一個 瘋狂瘋狂的歐拉夫 那感覺 感覺QTP有一點危險的狀態上 交了大絕 第二下引擎也出來了 不過第二下因為 這要注意就是卡麗絲他的大絕 其實是有增傷效果 你覺得他是隱形 但是卡麗絲的被動是隱形之後 他打你會增傷 所以 所以事實上他的大絕是帶增傷效果 剛剛還是 你每一下隱形完出來的那一下 都有打到的話 整套的傷害其實還蠻高 比一般你想像的高精神 覺得說他大絕即是隱形一下不會怎麼樣的 抗你等一下 抗 這歐拉夫剛剛扛太多小兵在打 他扛了大概十隻喔 那小兵的傷害非常大 現在沒有任何墊鋒可以減免 實在是太不舒服 實在是太不舒服 剛剛本來是 伊德瑞爾遭到安妮熊的突擊 而且這個flash 我覺得 剛才Linefall開大絕的這個角度 選得很漂亮 就是說 我知道你被暈倒以後 會往這個角度閃 但是你閃了以後 對於 去奪我的大絕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所以 你可以看到伊德瑞爾 flash前flash後 都一直被籠罩在MF的大絕下面 然後就被打到是非常殘血 可惜後面海盜大絕進來的位置 如果再後面一點點的話 伊德瑞爾可能就死了 不過那也是運氣 海盜大絕這種東西就是運氣 所以有人說 他那個 從海盜大絕中間走過去吃到5發 然後就暴血而亡 這種事情也是會發生的 海盜這個技能已經比以前的心率小了 就是機率比較少 但他還是一個純機率的技能 喔喔 AP奈德利 就是不停的丟 丟出了一根長矛 好 這個 AP型的奈德利 這一點其實威脅性很大 不過 其實如果是會戰纏鬥 會戰纏鬥的時候 其實他又扛不太住傷害 然後又沒有足夠的距離 可以讓他發揮那個標槍的最大傷害 其實在會戰硬打上面來講 可能一定那麼的有力 他必須要擅長發揮他的機動性才行 可是他可以跟卡莉絲組成poke二人 他有點像中路階級的概念 就是他不停的在會戰的時候就是 繞在塔外面然後不停的往裡面丟東西 只能丟到一發兩發 你們就不能打了 你們就只能棄塔了 再加上如果他把藍給卡莉絲 因為他可以出一些跟魔力有關的裝 因為他是AP的 對 他把藍給卡莉絲 他們這樣兩個不停的往裡面噴東西 其實壓力很大 塔其實很難受 你可以看到他第一件裝備選擇的是虛空 所以現在補上魔防對他來說意義也比較小 就是你會跟不上他的穿透 因為奈德利的Q其實最主要是距離造成的額外增傷 特別重要 就是其實AP是還好 光他只要穿透夠之後 他距離夠遠 打下去已經撐不住 卡莉絲偷打四鬼 照到阿摩姆的重擊把大鬼收走了 這裡是有點無攻而反的狀態 看一下其實雙方在機率上面差起來就非常小 打到現在是算是接近五虎波 不過西孔小小隊在塔上面稍微佔了一點點的優勢 佔了領先了一個塔住 在會戰硬打方面 現在還沒有一次他們真的五對五認真的好好的來打一個會戰 目前是還沒有發生過 不過硬打感覺新加坡先鋒就是抓一波 就是新加坡先鋒想抓一波西孔小小隊想要poke 所以感覺就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是在塔2推額塔這種異形打的話 新加坡先鋒的優勢很大 非常非常大 其實你們只要任何人只要被阿姆勾到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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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什麼還有那個選者 他第一件就買選者了 不過他並沒有買任何一個紅包之中 所以他現在其實很軟 他現在大概就是已經去開大絕子 你開完就會死 不過在這個會戰上我覺得新加坡先鋒是比較好打 因為海盜大絕跟 糟糕 Live4這個走位有一點點危險 他是被對方的眼睛看到 所以柯角士完全在等他 然後柯角士刺起來以後 奈德莉捕一個飛毛匪 然後他丟出大絕 可以說是眼睛在他那邊張開就 死 這樣子的節奏 新加坡先不可能不利喔 因為他們的會戰很強 但他們沒有打會戰 這樣子在野區雲被單抓到的這種情況 如果發現的話 外塔一定要被魔光 奈德莉丟矛會很hold不住 會非常不住 已經hold不住久了 就是你 因為海盜這個角色前面就已經是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 安妮Flash硬暈 可是依瑞瑞有一個進化 海盜只是丟出大絕 其實打出來的傷害很少 喔這一波感覺有點抓失敗 因為海盜的裝前面還不夠 他只好要兩劍才會讓你感覺他是不同的人 一劍就是是一個人 所以就是不同的人 可是那你現在這種情況 然後你們又在一直被單抓 這樣塔一直外塔一直掉進去 其實非常難打 你們要好好趕快集結起來之後 抓一波反打 抓一波大絕 阿牧配上海盜的大絕 這樣會戰應該是很好打的 哇又被磨一座 這時候 英雄小隊已經把領先的塔數 拉開到三座塔 也反映在經濟上面 欸沒有 哈哈 欸沒有 欸欸沒有 哈哈 本來有一次反映在經濟上面 定睛一看沒有 差不到一千一點點 好那主要 刺新加坡先鋒這裡農得很認真 而且他們海盜 就是有額外的經濟來源 就是實際上因為他被磨 多磨了兩座塔 那他們有吃到龍 可是不管是人頭還是塔都是輸的啦 所以 這個經濟應該是靠海盜在那邊硬敢上來的 那到底海盜有沒有辦法趕快出好他的 阿姨現在感覺看得出來 新加坡先鋒有打算要 抓一波會戰的跡象 因為終於知道這樣打不出 阿姆姆勾進來 Flash按了一個大絕 然後MF也掃了一個大絕進來以後 傷害感覺不是很痛 感覺不是很痛 卡麗絲在後面想要尋求機會來殺Carrie 但是呢沒有什麼機會 可是卡麗絲的逃生機制還是很好 他就往後跳跳的 那你被刺動以後生仙 卡麗絲跳進來 射了MF一發 然後差點要死掉 差點要死掉 海盜又開了一個大絕 在這個位置仍然是 特定效果大於11效果 剛剛那個會戰一開始 阿姆開始點很差 雖然說他看起來是綁到很多人很漂亮 但其實他綁的點很差 因為海盜剛在左邊的速從根本就跟不上 海盜連大絕也沒有放 邱姆沒有辦法跟上的情況 他們傷害其實不夠 而且剛剛好運級的大絕 是框到了比較硬的人 所以看起來就是真的是很不痛 他們並沒有框到任何軟筆 因為剛剛可以看到卡麗絲 躲在右邊的草叢 這樣潛出來正要跳進去打 他根本沒有被框到 所以說阿姆剛剛那個點 真的是開得不太好 如果說能夠再慢個3秒 讓Qui走上來 然後再上去硬開 因為阿姆硬開畢竟是 就是其實他剛剛勾到小兵也開啦 就是什麼都可以開 他以為他要Flash按打的話 就是他不管勾到什麼東西 只要有往前就好了 對 剛剛的時間點上了不過好 那這樣就浪費一次機會喔 不過實際上是沒有掉什麼東西啊 所以他們可能大絕好還要再打一波 對 等轉好再打一波 阿姆大絕目前轉一半 阿姆目前就是 他目前就是中了一毛 就是一直哭 呵呵呵 他如果再中一毛就當場就暴斃了 喔呦喔 好恐怖 還好是 歐拉夫的血是比較多一點 阿姆的裝實在買太軟 他這樣子的裝備就是其實並沒有發揮到 因為他前面其實他買這個武術鞋 其實並沒有發揮任何功能 他本來武術鞋的意義就是在 歐歐歐歐的技術消耗隊要吃到這一條龍 感覺聖雕鳳星光是無力阻止的 那他剛才原本前面買武術鞋 大家都知道武術鞋的意義就是 為了要加強GANK的效果 那其實前期已經崩潰阿 他前期那個時候被打掉紅藍的時候 就已經算是挺崩潰 他後來也沒有拿回來 那經驗值也掉了非常的多 所以你要花多多 他變成要多花一點時間去進去在裡面吃Jungle 他其實沒那麼多有空來做GANK 而且星光小組隊的塔推得非常的快 以至於你GANK的機會就更少 所以他這個鞋子買了其實沒有發揮他應該要的 小博鞋子其實挺貴 不就是買一個一速鞋就好 反正其實開戰靠的就不是跑出 其實靠的就是閃線 因為一定要閃線才會在好的地方開到大局 基本上勾進去之後一定只勾得到前排 沒有正常的比賽應該是很難勾到後排的人 前排的情況下開著大局的位置一定是好 好 英式在這裡 仍然是虎視丹丹 看著這個藍buff 但是新加坡先後已經有三個人就位在這裡 所以保護著藍buff 卡麗絲應該蠻困難的喔 果然卡麗絲是失敗的 藍buff在Chowy身上 那Chowy拿到藍buff以後趕快到下路開槍 這卡麗絲有一種偷襲的意圖 只是 他想要偷襲死海盜我覺得是比較困難 喔 但是四個人圍上來 這就開始有機會 安妮急著暈在這裡等他們 阿姆姆往前勾勾到了索娜 索娜交錯了閃線 因為不想在這裡把大局開掉 大局在團戰的時候架子很高 不想在這裡開掉 那麼 可是這座塔到底守不守得住呢 卡麗絲的poke依舊是相當的痛阿 奈德利在上路可以歐拉夫玩 而不打算加入這個戰局 因為人多的時候其實不是他擅長的時候 喔 歐拉夫 貼了婆進來以後砍到了卡麗絲 卡麗絲仍然在找機會跳走 沒有打算要死在這裡 果然起跳了 起跳之後呢 距離有拉開歐拉夫丟一個斧頭去找到的位置 算是丟歪沒有找到 這裡索娜在背後 克強勢也在背後 好因此有點被殘上了 到底為什麼會在這裡被殘到呢 喔喔喔 結果一瞬間又變成是 三個人包圍著歐拉夫 最後歐拉夫說 欸 轉身一看說奇怪 我隊友都到哪裡去了 然後就死 Oh my god 喔 安妮夫 遇到了卡麗絲狹路相逢的結果 因為在奈德利的糾纏下 沒有地方可以跑 只要選擇跟卡麗絲硬打 然後到最後就是兩門雙雙倒地不起 可以少掉了重要的AD Carry之後 衝入這座塔看起來也要守不住 四塔應該就是 喔喔喔喔喔 這這打法是真的是 超賢狂野的一點 但是安妮也跟上來了 喔真的是想要利用這兩三個人的大絕 集合打一波可是還是失敗 喔 安妮的傷害幾乎是沒有 他基本上就是提供一個暈的 這裡被奈德利撲了一下之後 剛普朗克交出了Flash 其實正確的判斷 因為他不教他就要死 剛剛在下面那個點打的會 那算是新加坡經過打得很差喔 其實其實三公九十一開始 其實蠻悲慘的 剛剛卡麗絲往左邊一走之後 在草叢巧遇歐拉夫 其實歐拉夫已經把他砍到 不能參戰了欸 那這時候反而後排 新加坡的後排 反而應該要轉過身去打 眼前的敵人 而不是剛剛其實好運姐是追著 追著卡麗絲一起跑 但其實他根本不可能追得到 而且他也不需要追 因為只要歐拉夫抓到他 他一定會死 歐拉夫羅沒有抓到 其實你也抓不到 對 而且他剛剛分散之後 邱威直接被單抓掉 因為 我說錯了 就是那個 安妮直接被單抓掉 安妮剛剛太虧了 他直接被抓掉之後 其實好運姐如果是跟著他走 然後他們在那個塔那邊 那邊可以打一波 然後 因為剛剛卡麗絲被擊退 反而會有人數的優勢 阿姆一個硬開是很好打 我剛剛沒有把握今天那麼可惜 鋼普朗克單挑伊德瑞爾 不對這不是單挑 說好的單挑呢 為什麼有一個戴帽子的科加斯走過來 呃 聲勢科加斯 十分大機 喔然後這時候 喬威反其道而行 想說那我乾脆就不要回身 回身逃跑 我往前逃跑總可以吧 然後在這裡 伊德瑞爾終於逮到了 古萊爾 終於逮到了鋼普朗克 阿姆普朗克看起來應該是快不行了 吃了一顆橘子 再丟出了一個大絕 硬是拖住的時間 連卡麗絲也加入了包圍 他一個人 起碼拖了這些人 十幾二十秒鐘 但是 才是沒有什麼太大的 就是隊友也沒有因此 獲得喘息的空間 而且最後他還是死 有啦 郝韻傑表示 有啦我獲得了一些時間 在中途吃兵 艾德莉這隻角色 成型以後很煩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你又不能不理他 可是你要抓他是 絕對抓不到的 除非他自己跳進來 然後這個是中路轉上路 他原本是中路 玩一玩變上路 玩一玩變上路 這是標準上路打法 就突然變上路奈德莉 再也不厲害了 因為卡麗絲打一打 就說我ok了 我ok了 我可以換位置 我隨便殺人 或者推塔 這個感覺 感覺 新加坡先鋒隊 很難撐住這一排 新加坡先鋒 一直沒有打這個漂亮會 他沒有發揮 他那個角色 從頭到尾都沒有 所以從頭到尾都 你出一個輔助安妮 你為了不救的是 大家就是來硬開一波 開個Party 從頭到尾都沒有表現出 昨天那種硬開的 那種帥氣的畫面 那今天這樣子的話 其實他選這組合 就很劣勢了 沒有辦法發揮出來 就很劣勢了 那現在新加坡先鋒 那等於是說 新加坡先鋒 新加坡小手隊的研究 其實做得蠻透特的 就是說 我如果變掉你的 家文跟石頭人之後 你的硬開能力下花一劫 然後這個 你雖然家文換成阿姆姆 可是硬開感覺 沒有跟上 然後上路 石頭人變成歐拉夫 更不用說了 就是歐拉夫 這個人 跟硬開這兩隻 完全無緣 硬是有啦 開肯定是沒有 硬開 硬開陣容就是 就是 相反的就是用poke poke型的陣容 而的確 新加坡就是用 耐德力為行李在打 那耐德力就不停地poke 雖然他是一個你poke你一個人 他前期 他中期的時候 影響太大 他不停地跑到別的線 然後拿到太多塔 對 然後之後這邊 之後新加坡這邊 一直沒有站我的角度 一定要想辦法 集結打一波 現在已經超到五千塊 集結打一波 就是要小心打失敗 對 打失敗就 可能就要被GG 但是 但是 對於新加坡 尤其對於蕭威來說 我就還在等 你看我已經有兩件衝 我有IE了 我現在就還在等著 那個中級魔劍 有中級魔劍以後 就是 凡事好解決 那現在就是 就是在等 所以 其實如果西洋小小隊 不再推的話 新加坡先鋒 可能可以等到一個 他們想要的反打時間 你應該要再 再推 再積極的推 但是這個 兵贏三塔 不是說推就推 那奈德利 現在變成那個 上路奈德利 沒有參加會戰 就沒有再重複發生 前半場發生的事情 就是 被奈德利戳到兩下 有人不能打 然後接著就被硬上 因為在正面推三塔 會很狹窄 這樣會讓新加坡先鋒 隊伍的特性 直接發揮 大概是你的眼睛 就放很多 就是這種情況下 他們這樣子一直打分推 很滑溜的 不停的壓你三條線分推 其實表現得很好 就是沒有被抓到 然後不停的推 而且中塔其實被磨到很多血 對 中塔的血量非常的低 因為他們沒有不打算跟你打 他知道 就是如果我們五打五 可能打不贏 就算我們現在有優勢 也打不贏 那我不跟你打 我不停的poke 不停的poke 狂暴的寒暴 他剛才對空鳴槍之後 加速衝上去 然後銀頭吃了卡莉茲一發 飛彈減住 就放棄在這裡 這個中塔的血量其實非常危險 老實說 西貓小手這裡只要找一個機會 打個大概奈德利 加上伊德瑞爾 兩個一起打兩下 就再見了 他快要出關了 他快要終極魔劍了 我們剛才就講說他快要終極魔劍了 剛剛還沒終極魔劍 這裡很快要終極魔劍 說實在的 那海盜的傷害就是再半倍 很誇張的一個數字 昨天也看到 他可以軟皮的撞他一槍超過半條 西貓小手隊在這個時間點選擇 巴龍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 因為畢竟 有了這個就有粉錢可以運上中路了 因為在線一直被壓在家前面的情況下 巴龍的技術就不停掉 因為他可能派兩個人就可以撤掉 就裝好了 他那四個人就是氣壞 吃完之後 他剛才是不是跳旋還失敗 再來看第二條 第二條成功了 這就像奧運一樣 他有三跳的機會 應該比奧運好一點 三跳都失敗的話 如果我是他 我可能會氣到flash 那buff當然是保不住 以金色的狀態buff肯定有個保住 這個造型跟奈德利很有趣 而且劍爆身上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金屬 造型改之後 還沒有研究過新版奈德利的造型 身上綁的是什麼 啊是 一些裝飾品 看到的是 野獸的牙齒 莫菲尼跟卡龍 葛雷夫也有一腿 像這種奈德利在進化 其實一開始 也都拿在進化 後來覺得 他這個打法進化 真的是很 因為他可以增加他容錯率 就是不小心被抓到的時候 也是中掉 而且他似乎也沒有打出來跟你打 所以他不需要點燃 對反正他沒有要打你 他點燃幹嘛 而且他作戰的距離非常遠啊 他點不到啊老實說 他比較怕不小心被抓到 硬抓 他比較不怕 他比較不怕跟你打 因為他不會跟你打 以他扔飛矛的位置來說 你看他到底是要點燃 他大概只能點燃旁邊那個眼睛吧 他根本不可能點得到英雄啊 點燃沒有那麼遠 所以他不再點燃也是對的啊 不過就算有了巴龍之後 他們還是會繼續分推 其實硬打啊 還是有一點風險在 不需要冒這個風險 其實現在風險真的是有的啊 海盜出關我們可以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出關海盜打這個 做些什麼事情 因為喬威就是在等這個 玩一個遊戲就是要等三十 要等安妮 等安妮 安妮一退之後呢 這個中塔就不見了 這個就是西貢小小隊在等的 然後如果你問我的話就是 蕭威在等終極魔劍 然後西貢小小隊在等飛矛打到 剛剛那到底是什麼 好怪的東西 好 只差沒有當場把人家刺 那麼這被 你只要中了這一發 你推溫血 喔這時候就要硬上 QTT就被打一個正著 然後所有的 一整排交了三個大絕下去 就是為了要抓他 那麼抓到以後 為什麼其實是有好處 因為抓到以後剩下的人 我們可以硬上 好剩下的人就 硬上他們啊 伊德瑞被打到閃現過強 對啊 柯加斯也閃現過強 然後MF竟然 Flash過去之後 硬開大絕解決柯加斯 可是他跟伊德瑞爾半挑 失敗啦 失敗 差了一滴血 但是海盜從後面上來 一槍把他爆動了 這個海盜子 穿著在後面 單殺了 索納之後再繞過來 再把那個伊德瑞爾的尾刀剪起來 我們剛才因為鏡頭沒有跟著他 所以其實也不太知道 他到底一槍多少 不過回想一下昨天畫面 你就可以想像他到底一槍打多少 可是現在目前還是 聽說我剛剛的破會戰算看起來是被抓 但還是賺翻 塔掉太多 所以 他這樣接下來奈德利會更為殘忍 因為他 上下路兵鷹塔不見了 所以現在是 沒有中路兵鷹 然後上下路有兩個裸體的兵鷹 走進來 哎呀 一槍爆了500滴 可是他recall成功 如果他recall失敗的話 海盜是有機會就是把它宰掉 有一點機會 像這樣子對著小兵 非常暴力的暴擊破千這樣子 感覺很有快感 昨天好像有非常多這個 喜歡鋼普朗克的玩家朋友 是受到敲尾非常大的激勵 嗯 其實鋼普朗克這個角色在改版之後 本來就是可以選 但如果你是走上路的話 其實很痛苦 對 大部分的角色你看到都很不錯 幾乎沒有打得贏的 只有能跟他賺的沒有打得贏 其實是玩起來很痛苦啊 但在出關之後絕對威力是夠的 這個出關不過其實是蠻漫長的 像這一場是一風的狀況 悄悄花了足足三十分鐘 才終於買到所有他要的 他現在還要去買寒冰霸權 可是這個防守戰實在是太困難了 從頭到尾 兵線的壓力就一直都在新加坡先鋒這裡 感覺就是被困在一個桶子裡面走不出去 奈德莉就是捧蓋了 他就是捧蓋了 他就是捧蓋了 所以一個卡莉絲飛上來 不過對歐拉夫找成的傷害還好而已 歐拉夫即使很硬 他也沒有辦法代替兵營承受傷害 兵營還是一直被消血 現在可以凶的海盜走上來 然後一槍爆掉 伊德瑞爾三分之一的血量 問題是他沒有辦法繼續往前追 然後自己是很軟的 這個 這種GP的build的傷害當然是很高 但是這次其實都很軟 哇 上樓的兵營也被消掉 下樓的兵營也被消掉 進入守護女神 應該是來PG了 守護女神很少有在逆轉 尤其這一場是完全單方面的 夜賽的話很強 太困難了 這小兵實在太強了 光真的這個摸一摸 人都還沒來塔就要爆了 超級小兵有沒有看到 實在是GP可能要用他珍貴的主戰去打超級小兵 然後被柯加斯刺起來在空中 從那顆幾日下來以後又被沉默 哇 草原姐被伊德瑞爾大決刷中爆血 因為伊德瑞爾這場是出三攻 一種刺血IE加這個黑切 有一口氣大決刷了好一點半場 那麼這下子是很難挽回 誰覺得會戰之心 原來沒有任何人的死亡 其實一直在邊緣 徘徊就是找機會開槍 找機會開槍 可是開了老半天呢 終於是 看起來會在抓前面 雙方都各有犧牲啊 但是主管要再見 現在就在這個地方告終 希望小小兵對伊德瑞爾是 從頭到尾牢牢的把節奏抓在手上 還有我剛才有一個口誤 我來不及修正 就是我說那個奈德利身上有牙齒的時候 我想到的是雷格爾 但是我嘴巴裡講出來是葛雷夫 好 那麼這場比賽就在一種 非常令人鬱悶的節奏下結束了 不是因為我支持新加坡先鋒隊 是各位觀眾朋友 你都知道這種被人家用那個一個 被人家塞在一個那個桶子裡面 然後用一個蓋子蓋起來 整場都出不去的那種感覺 那而且 其實上沒有打到一個大的會戰啊 沒有 完全都沒有 就有一種 這樣喔 就很郁門 沒有一個高潮 突然就結束了 這沒有一個高潮 新加坡先鋒手處理的真的是很好 他一直都沒有被你抓到 而且他演得像吃巴龍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我猜 新加坡先鋒大概是知道你在吃啊 但也不能怎麼樣 因為萬一我走過去 然後在一個草叢 突然遇到四個人從中竄出來 那不就死了嗎 對 其實沒有辦法去阻止他 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掉 因為他們太久出不去 所以他們事實上是沒有 你問說為什麼新加坡先鋒 巴龍沒有演 因為他根本就出不了家門 根本沒有出去過啊 因為他們的現實在推得太好 而且他們一直沒有被抓到 對 因為其實他這種組合 就是POG陣跟AE大AE這種 強開技能很多的陣型 互相是為矛跟盾的關係 就是 強開陣就是本來就是可以抗克他 就是看起來做得比較好 這場很明顯是希望他有做得比較好 他一直沒有被抓到 然後一直沒有打 然後就結束 而且被抓到的時候也都是 最後都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新加坡先鋒吃虧 像那個卡麗絲走進草叢 遇到歐拉夫傳送進來那個 那明明是卡麗絲被逮到 那一次應該是 那一次就是新加坡先鋒真的沒有打好 那一次很有機會 能夠拿下一波好了 拿下一波之後 其實琴勢就很快逆轉 因為POG真的只要 稍微輸一個會戰之後 其實他接下來的POG會 力量會少很多 對 那麼這場在這種非常 憋憋 就是感覺被憋死 感覺很難過的感覺 新加坡先鋒真的是被憋死在家裡的 那種感覺 那這場打完 你可以看到奈德利 就瘋狂賺了13.2K 這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經濟 因為他中間有非常長一段時間 都駐上路狂推線 然後歐拉夫其實也不能把他怎麼樣 所以他就快樂的 把線推到底 然後走回家買東西 再把線推到底 再走回家買東西 就是一個中轉上 對 中路奈德利突然變上路 然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上路 那阿希一樣是很霸道 尤其這場他們看出來說 其實他不太需要出什麼防裝 因為節奏通通都控制在自己手上 而且也沒有被強開到 從頭到尾都沒有被新加坡強開到 結果他就直直出了三把武器 後面他的威力是很扯的 就是他在摧毀MF的時候 你就看到他半血打快滿血的MF 可以把MF秒殺 利澤瑞爾一定要買這種 這種裝備才能夠 才有可能戰隊打贏 好運節 好運節體質很好 而且對打的時候很強 利澤瑞爾這種W不會緩之後 對打就沒有力了 對 那好運節也是全身都買了攻擊裝 但是如果說就是 兩人在對砍的時候 其實他們還是差了一些裝備 他們差了一把IE 對打AD對打的時候IE太強了 那他不小心多爆你一下 就是今天出門有拜拜 你應該就要死了 他打你一下就半條 拉兩下就死了 黑到一槍暴擊就贏了 其實對我們S2寂寞的時候 常常在講說很多AD會裝那個暴擊符文 裝個一兩顆在身上 因為我黑到你一槍我就贏 那是前期呈現的時候 你就原本你覺得我會贏 突然之間他爆一槍就 喔 輸了 然後就輸了 對這種暴擊的黑槍真的很過分 這種黑槍就是很多人都喜歡插一顆 一顆黃的暴擊 我就插一顆 我今天突然暴擊就覺得好賺喔 我那顆刁文物超所值 很多人會插一顆 我在30顆符文裡面 塞一顆暴擊了就可以贏這個LAND 你不覺得聽起來就很強 用一顆符文贏一個LAND喔 不是跟你開玩笑 所以暴擊在AD 兩個人站在對砍的時候影響是很重的 其實不管是在我們剛才講Landing 或者是說像剛剛那樣子在那個 有IE在兩個人拳頭隊打的時候也是伊德瑞爾獲勝 那麼這一場在素敵的對決來說的話 感覺是缺乏那個高潮的點 就是好像鄉土劇沒有增加產一樣 就是缺乏那個高潮的點 但是還是由西貢小的隊這邊成功的把 新加坡先鋒給憋死 然後獲得了這場的勝利 還是一樣要恭喜他們 那麼呢 在這場素敵對決西貢小的隊取勝之後呢 我們稍微進個廣告休息一下 等一下廣告過後要來進行的是 學弟打大學長的戲碼 由西貢星期五來對上台北暗殺星 那我們就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精彩比賽馬上回來